这种东西是日本盆景里面经常做的一种场景之一 它的主要特点是死亡美学 就是一种死了的东西 死得极致的美的一种美学观念 同时也有修生养性的过程在里面 经常会在整个枯山水里面用一个小耙子 去沿着石头做水流 或者波浪滔天或者是平静 就如涟漪一般 是那么一种情况 它对死亡美学这种极致的追求 那么我对死亡美学这种极致追求的同时 我对这个东西看 当然有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我希望在完全死亡的路上有一些生的东西 有一些荣的东西 有薄薄生机的东西 就这几个仓谱就比较有荣的东西 有薄薄生机的东西 这些东西现在做起来也好 我先把这些土填完 这是为了向死而死的话 那我对这种美学我并不赞同 我希望是向生而死 尤其是日本 日本人会这样做 他们的枯山水做的非常多 里边也有一些不可言传的残机 而且往往像大的场地 大的寺庙里 也很有名的寺庙里面 他们会做一个巨大的场景 场景里面就是几块石头 甚至连那荣的东西都没有 而我在这点 我跟很多这种观念可能不太一样 我对死亡和这种东西的美学的认识 我想向死而生 就是它有荣的 一定要有荣的东西 这几颗仓谱呢 就是心心向荣的一种荣的东西 那其他地方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枯 当然可以枯 在枯中生出荣 那你这个人生才丰富 就像有遇到艰难险阻 又能够不断的进步 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种卖饭石 现在咱就用卖饭石填充完毕 让整个场景所谓的枯起来 让融的更加突出出来 它们的融的效果 相对来说要枯的那个场景 就靠这个卖饭石就做出来 当然你用其他的颜色都可以配 那要根据你盆的那个颜色来配 搭配更合理 露昭土也可以用 赤玉土也可以用 但是这个卖饭石土 它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被化掉 像刚才咱说的那个赤玉土呢 它时间长都是烂掉了 就变成了真正正正意义上的泥土了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 共同成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